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参加由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组织的 网上公益活动 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 是2015年注册成立的一个非盈利性公益组织 中心主要是以大众公益性的活动为主要目的 我们希望通过学习 华人移民可以尽快的融入到当地的文化生活 让我们的华语社区更加的壮大 也让我们更多的和祖国联系在一起 了解中国的文化 了解中国各种各样的事情 时刻不忘记中国文化 在此特别感谢中心志愿者们的心情付出 同时也欢迎更多的热心人士 加入到我们的志愿者海内 为了丰富大家的业余文化生活 中心又特别邀请到了郭小燕老师 开展葫芦丝会员免费公益学习课程 葫芦丝又称葫芝霄 是云南少数民族乐器 富有浓郁的地方色彩 常用于吹奏山歌 农曲等民间曲调 葫芦丝可分为高中低三种类型 其音色独特纯朴 外观朴实 精致 简单易学 受到了许多音乐爱好者们的喜爱 我们今天的志愿者 葫芦丝老师 郭小燕老师 毕业于南洋师范音乐学院 她从事教育工作已经25年了 致力于葫芦丝教学也有8年多了 曾经多次带领葫芦丝社团 参加省市比赛并荣获大奖 在这里 我仅代表加拿大华人卷服务中心 对郭小燕老师的大爱付出和无私奉献 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谢谢您 感恩有您 好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 有请郭老师隆重登场 有请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这个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很荣幸啊 很荣幸能和大家在一起上课啊 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葫芦丝专场 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姓郭叫小燕 大家以后叫我小燕就行了啊 我呢就是接下来要陪伴大家学习 葫芦丝初级初级课程的老师 今天啊和大家第一次见面 心里特别激动 另外这个 Zoom这个直播软件呢 也不是特别熟悉 调试了大半天 那么在直播时啊 大家有什么问题啊 都可以在直播间里 直接告诉 告诉我啊 我第一时间来回应大家 今天我们要上的课呀 我先 我先共享一下我的课件 好吧 谢谢 老师 老师们能够看到我共享的屏幕吗 可以 可以啊 好的 那我开始上课了啊 我这个软件不太熟悉 就是我在播我的课件的时候 我就看不到我自己了 大家能够看到我吗 能看到我吗 乐器葫芦丝 那么 老师们手里现在都有葫芦丝吗 有的 都有 都是什么调的葫芦丝 我有降B的和C调的两个 哦 好厉害啊 有降B有C调 那一定不是葫芦丝小白了 我知道还有的人广有G调的 哦 还有G调的 那大家的葫芦丝肯定都已经很棒了 对吧 那有没有会 会唱简谱 认识简谱的 大家应该都认识简谱吧 可以吧 可以吧 都应该认识简谱 哦 那我先了解一下 那都认识简谱还不错啊 嗯 那么简谱我们都会唱吗 就是斗软米发索拉西 看见谱子的话都会唱吗 应该都会吧 应该都会唱还不错啊 咱们的程度看来是 已经很不错了啊 那葫芦丝 葫芦丝 大家也看不到 那我 我看看 是不是有个笔 可以 可以点着上面 嗯 我简单说一下吧 葫芦丝从上 从上往下看 大家看一下 嗯 它的吹嘴 这些大家都了解 它的黄片 大家都了解 是不是 应该吧 黄片 那理论不知道 黄片 那那那 我们从来没有动过黄片 我们从来没有动过黄片 啊 没有动过黄片 就是不能动的 嗯 好 那咱 咱 咱老师们是不是都 嗯 已经 已经学过基础的葫芦丝 已经对 葫芦丝 有一定的了解了 我主要对 我主要是对老师们 我主要是对老师们还不太了解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过 看来是大家都学过葫芦丝了哈 学过葫芦丝呢 那我就 嗯 我就接着往下讲了 像这些葫芦丝的好处呀 还有还有葫芦丝的结构啊 这些我就都不讲了 呃 正确的演奏姿势 这个大家肯定也都知道 那呃 我先问一下 1234 这四个演奏姿势都对吗 嗯 那老师们可以把音频打开一下 我们互动一下 因为我 我现在这个 Zoom这个软件 我用的不是很熟练 呃 在共享的同时呢 我就看不到我自己了 然后我也没法展示这个 葫芦丝 老师第一 老师第一个是对的吧 第一个是对的 好的 呃 葫芦丝的正确手型啊 是 第四个 第四个是对的 有的说 第四个更不对 第一个 第二第三第四都不对 第一个小指 对 放的位置也不对 小指应该放在 对 对 四个都不对 对对对 啊 对了 对了 四个手型都不对 第一个呢 手型明显是用指尖在按音孔 那老师们学过 老师们都知道 我们要用什么来按音孔啊 指度 对对对 要用指度 那第二个他用什么呀 用指腹对不对 对 第三个图片 他是 是翘那么远 我们知道啊 这个手指头离音孔呢 要近一些 要近一些 嗯 就像我们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嗯 如果说走得太远的话 就容易迷路 葫芦丝也是这个啊 也是这个道理 我们的手手指头度 要离音孔近一点 啊 这样的话 我们吹的时候 手指头不会 啊 盖不住 或者或者 漏缝啊漏气的 然后第四个 这个是 一定是不对的 我们手指头 呃 跟葫芦丝 一定是垂直的 尽量是垂直的 他这个 呃 就是说的 这个凤凰指 是不对的 然后这个 接着往下讲 接着往下讲 这个呢 是吹奏兜 吹奏兜的指法 大家知道吗 嗯 知道 那去葫芦丝 都知道 啊 都知道啊 这个是兜的指法 嗯 那就那就那就 那就不再讲了 那就不再讲了 大家都知道 也就是说 我们的一二三四五 四五 四五六六六 背面的 葫芦丝背面 和前面的三个音孔 按着吹出来的 就是呃 我们的中音兜 那大家看看 接下来这个长音 长音兜 本来的话 呃 咱都有葫芦丝的话 我们要都吹一下这个 都大拍子 大家都会 是不是 都二三四 都二三四 大家都会 是不是啊 是 是的 老师 全音符是呃 一个音符后面跟了三个 这样的增实线 这个大家都认得 对吧 嗯 那那要不然这样 我们 我们能不能一起 就是 我们能不能一起 吹吹 兜这个音 让我听一下 或者是一个一个的吹 老师 你没告诉大家 应该拿什么葫芦丝 跟你学 拿什么调的葫芦丝 跟你学 哦哦哦 对 这个是 这是最关键的 嗯 啊对 降B调 我们手边都有葫芦丝的话 要用降B调 为什么呢 因为降B调是 呃 最适合我们 它的音孔的位置 是最适合我们大人的手指 C调的话 C调是 初学者一般是 呃 小孩子们在用 小孩子在用 所以呢 呃 我们 我们成年人的话呢 是用降B调的 降B调的 那我吹的话 大家也听不到 我们再 我们再来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听到 我吹的都 可以 能听到吗 去一声能听到 第一声能听到 后面听不到 嗯 那要不然大家 拿着降B调的葫芦丝 吹 吹 一 二 三 四 四小节 四小节的 都 我来听一下 好不好 嗯 好的 好的 丽姐你吹吧 一 一 二 丽姐 原声打开 原声没打开 好了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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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到了 请大家吹的特别好啊 这个吹的 然后的杂音都没有 嗯 嗯 嗯 好 好 那么我们来练习 啊 这个 第一发的 就是 也就是四分音符 四分音符的都 四分音符的都 有回音符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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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分音符的都 四分音符的都 好了 请大家吹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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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吹 安娜再吹 安娜再吹吹吧 大家一块吹吧 是不是大家一块吹啊 不用有个代表就行 有个代表 有个代表也行 我们都是一个伴的同学 所以有个代表就行 啊 可以 好好好 不错啊 我听到啊 老师们的水平看来是 学的时间挺长的 这个前后的 吹奏的时候 前后的孤音 基本上也都没有听到 说明大家还是 有一定的水平呢 好 那么Roy Roy的这个执法 对大家不太了解 所以这个课件做的 就比较低级 我以为都是初学者呢 嗯 然后这个Roy的执法 大家来吹一下Roy 长音的Roy 然后找一个代表就行了 不用全打开 哪个老师代表一下 我来吹一下啊 好 好的好的啊 吹的声音很纯净啊 吹的很好 那么呃 接下来呢 我们来 诶这个长音的练长音这个呢 我要说一下 我要说一下啊 练习长音 我们我们老师们在家 呃 练习过长音没有 你一口气能吹多少拍 如果是速度是 嗯 70的话 或者80的话 你一口气能吹多少拍 有没有练习过 没有计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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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到练长音了 但是没有计算过 能吹多少多少拍 什么速度 没有 没有 这个这个长音的话 我们知道啊 葫芦丝练习 葫芦丝的好处 大家也都知道了 一个是我们活动我们的手指 跟我们的大脑连着 呃 然后然后就是我们的呼吸 我们的呼吸 呃 为什么为什么说就是练 葫芦丝一定要练长音呢 也就是说长音 练长音的时候 能够锻炼我们的呼吸 呃 我们知道肺管理我们的呼吸 呃 练的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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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锻炼我们的肺活量 对不对 那么呃 那么大家大家吹的时候 呃 都用什么样的呼吸呢 你们是用的胸腔的呼吸 还是用嘴去呼 还是用鼻子 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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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对对对 对对 對对 用复式呼吸 有一句话说 嗯 气息希的其受命与天曆 说的就是这 呃 也就是说 呃 什么是复式呼吸呢 那老师们可能以前也听别的老师说过 就是我们躺在床上的时候 感觉自己的肚子在起伏 就是在用到我们的 腹式呼吸 所以吹胡思的时候呢 我们要多用腹式呼吸去吸 然后用腹式呼吸去锻炼 我们的肠阴 对我们的身体健康 也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 我们今天要学的这个曲子 兄弟俩 这个大家吹过没有 老师们吹过没有啊 没有吹过 学习的都是吹 绿本里的李春华的教材 李春华的我们都学到哪了 学到怎么说呢 就是前面的小曲 前面的小曲子 大致 对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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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到30多页 有时候也是跳着学的 有时候也到了40多页 对 后面也学过 但是前面学的是 借着学的一个一个的 从前面什么抗丁琴歌 什么摇篮 天长地久 还有结梗摇 这都学过 这个就是事先没有做调查 没有做调查 所以呢 所以就解释了 但是 没有事儿 但是那个 你说用战红的 正好是我们 闲须接触的地方 其他后面 他也有个别的学了 不是说全部都爱的一个个学的 基本上可以跟这块开始 用战红的 那行 我这样的统计一下 我看我的教程 我看我的教程 要不然我先就留一个代表 来看一看我的教程 我觉得我们从第三单元开始差不多 因为我们的技术都没有好好练 第三单元 就是长音这开始 对 我们长音练习过联音 但是长落音没有怎么练习 还有循环换期也不太会 所以这些技巧方面我们都不会 从27也开始 对吧 对 但是我们歌是倒是吹过往下吹过 但是具体的怎么掌握这个技巧 我个人还是不会换气 还是不会换气 换气这个 来我们看看这个小曲子 这个刻件也改不了 这个刻件也不能改 这个换气记号 换气大概就是在一二 两小节换一下 然后这个 这个我先请老师 一个代表老师都可以 把这个谱子唱一下 让我听一听好不好 要不我先来唱一下 啊 好 好啊很棒很棒老师啊 吹的太好了 就是换器记号刚才有老师说 不知道换器在哪换了 就是一二小节换一下 然后第二小节换一下 第四小节换一下 然后五六七八 这这是一句 然后中间再换一下换器记号 然后这个音乐 不知道能打开不能 打不开 这音乐打不开 有伴奏的 这个下去因为第一节课呢 没有做调查 所以呢老师们 老师们的程度 不是特别了解 所以我的课呢 我的课呢 就是背到这里了 背到这里了 我回头把 我们成立一个群 然后我把这个兄弟俩的音乐 发在群里面好不好 我先 我现在 我现在今天上的时候 我发现 我发现我的电脑 我刚开始以为 我的电脑可以平 是因为我自己在开会 拒绝 拒绝让 开视频 然后我一直以为 我的电脑能上 结果今天 今天 今天上的时候 才发现啊 原来不是 是我的电脑有问题 然后平板上啊 它又操作不了这个 平板上 它又操作不了这个 刻件 我先结束一下 共享啊 老师 我可以问个问题吗 可以 就是那个发呀 就是每次我就是那个吹那个发 然后又转到咪那个地方呢 就觉得特别 因为有个气息转换嘛 就特别不顺 你能不能教一下 就是 比如说吹了发 马上要吹下面一个咪的时候 哪个气息怎么处理 就那个发 好的好的 你先等一下 我用电脑上去 看看这个声音 能不能大家听到 因为这个平板 大家说 听不到我的声音 听不到我吹胡胡思的声音 然后我用这个电脑上去 但是大家都看不到 看不到我的人 但是可以听到声音 我先试一下 看能不能 24 37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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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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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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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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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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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是猪 拉 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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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发 发 第六 抬起来 发 刚才有老师说 发 好 经常换 下面 五个手指头 太 贴膾 叔叔 快 telefon 抬起来 loop 大拳 孙子我伴 consigocs 有 wid的 我咱们猜一 fij 我说的 樹종会是这样的 夫咧 来生的 诸录 回来 撒凉 再说就行了 也是当然 特别说 我へ 划算 这根本就没做好了 做的准备都是咱用不上 太不合咱实现过程 反正能量 那个老师吗 弟姐 弟姐你讲话不能听见 弟姐一对面对讲话不能听见 老师吗 赶快把路级弯了吧 这个都是 你给收集我把 学校的 老师 学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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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我来联系点发 大家能听到吗 就是他心心的 你的白天光 能听到吗 可以 可以 可以哈 大家就是快速的 这个发和咪交换的时候 下面五个手指要同时按 按着下面的音孔 换成发 同时按下去 就不会有异常的音出来了 吹一下发 吹一下发 能听到吗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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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 哎这会能听到了 那我吹 对对对 刚才那个有有杂音 听得关掉了就可以了 那我吹 吹一个曲子 大家吹一下 能听到吗 第一个音 第一个音 那还是 基本上还是能听到的哈 这个呢 基本上还是能听到的 断断续续的 好 那老师们还有什么问题 剩下的时间就来问问题 下一节课的话 我会重新 重新来做咱们的 这个教程 还有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那个低音的咪 转到低音的缩的时候 那个转换就是 总是掌握不好 啊低音的咪哈 低音的咪 我们能够吹出来 然后低音的咪 我们吹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气要特别的 气要特别的 我们要 我们要 它的嘴唇要 让它轻一点 不是这样 可以拉 我们的嘴唇要 很紧张的感觉 吹咪的时候呢 我们是放松的 你看 就是气息 有一丝丝的 吹咪的时候 就像我们 好像是在叹气的感觉 你看 老师 你的麦都灌上了 是我自己灌的吗 不知道怎么事 反正都灌上 好的好的 好的 能听到吗 可以可以 可以听见 不是特别联想 但是大部分都可以听见 大部分都能听到 就是我们的嘴唇 吹咪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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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嘴唇要放松一下 大家能看到吗 我再近一点 吹住一咪 能感受到吗 能感受到吗 就是嘴唇在吹上面 咪上面的音的时候 我们都是很紧张的 嘴角 嘴角都是 嗯 要用点力气的 然后吹到低音咪的时候 我们嘴唇 哎 放松 就像叹了一口气一样 这个咪就很好的吹出来了 嗯 哪根 嗯 要不找一个同学 啊 同学 找一个老师来吹一下 我来听一下 好吗 好 我去吹一下 好的 对吧 挺好啊 挺好啊 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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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吹一下那个发到咪哈 啊 好的 这个发有点不在对头 这个发不对啊 哦 这个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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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是对的 刚才那个不在对头 这是对的 咱们怎么练发和咪啊 就是快速的 你看 这样快速的练啊 你刚开始要慢一点啊 刚开始我们要练慢一点 保证你下面的五个手指头都要按延时 然后再慢慢逐渐的啊加快速度 啊 下去练的时候 呃在下面练习的时候呢 呃 就这样练 嗯 找一个老师来吹一下好吗 发迷发迷 好我来吹一下老师 好的 诶 诶老师 气息很足呀 气息很足 但是能不能我们吹发的时候 我们知道啊 葫芦丝 第一搜拉西的时候 我们 我们的那个气息 呃 气息要强一些 dora mi的时候 也要足一些 然后到 发松 拉的时候 我们的气息要怎么样呀 很强 哎 对于葫芦丝 它的音越高 我们要越弱 所以呢 要弱一点 你要大力吹的话 我们的黄片容易损坏 黄片坏了 葫芦丝就 用不了了 嗯 好的好的 嗯 好的 我们 我们一起来吹一下发明 我们 嗯 你再吹一下 这个 唐 老师 再吹一下 好 好 就是轻一点 轻一点 啊 发 轻一点 嗯 嗯 大家听一下我刚才吹的音量 和这个唐老师吹的音量 嗯 有没有什么区别 老师你去短句的时候啊 他能出来声音 就是开始就出来了 但是你要去长句的时候啊 他后期的声音就断断续续的 就没有了 所以过后的时候你再调一下 再互相配合再调一下就好了 嗯 你的声音哈 他如果要是好的时候应该是痛透的 你现在没有没有达到痛透的这个 而且就是断断续续有有有强有弱 唐老师这个我听着 唐老师他自己他打开自己的原生 我们这些人他都自都有自己原生都已经调过了 多数人都调过了 嗯 嗯 那行行 等等下去 嗯 要不莉莉老师 莉老师啥时候再 在 嗯 教教我 那我的过后联系你吧 我现在我 我一会还要去有演出 有事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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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